那我們可以考慮就是等一下裡面可能我們view在哪裡或者是重點是在哪 然後決定開口開哪裡這樣子的話 因為就現在看起來它的出入口只有在這裡 對它現在出口只有這裡 那是不是能夠再多一些前面 出定我們的入口可以有差 我一直覺得我房子的時間這邊應該在打 因為這邊有路嘛 因為我的中間嘛 對 好 這也是一個 這一個第四 就是開口的問題 開口 入口 入口 出入口 出入口的數量 出口位置 數量跟位置 這裡有一個好處是 我多開了很多的入口 人們進來的方便性就增加了 這個是好處 有沒有壞處 減少它的棲息地的面積 那叫干擾 干擾 干擾了它的 呃 人們進來 那對於這個區塊周邊的干擾就會增加 這是 優點的部分是人們可惜性增加 缺點是 呃 干擾 還有哪些問題 對 我這裡開了很多入口的時候 管理上面會不會 管理跟剛才你的干擾 也差不多 好 在管理上 譬如說我 某一個區塊 自安的問題 對 自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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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的入口 就會增加 自安的一個 有 變安全 也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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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這個裡頭有一個問題 就是 它的上位計畫 我們先確定 這個是 朝向 生態 朝 目標 目標的 還是用 用一般的公園 如果一般的公園 你那個問題就沒有問題 因為一般公園 你要它多量 就都會多量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讓它以生態為主的話 你可能 這個思考的方向就 就完全不一樣了 生物晚上也要休息 所以以生物為考量的話 可能 我為了要 呼籲營火蟲 我不會 到時候開了 開了入燈吧 沒錯 那我要讓鳥類來這邊休息 我不會再 再 弄了很多的那種 那種 光雕什麼 蛙溝 放在公園裡頭 那個 那個 所以 我們先要有一個共識 這個方向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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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以景觀為主的 一般的公園 就是以一般的像林里公園 這樣 種了一些樹 然後種了一些公園 綠地草皮的這樣一個規劃 所以我剛才早上講的那個方向 到底是什麼 我們 我們要先來 生態為主 要以生態為主 那你 那個思考 就是光 光的問題 規劃的問題 管理的問題 都要以生態為考量 都要以生態為考量 就不是 就不是一般的那個 綠地草皮的那種 那種規劃方向 如果是這樣的話 所以你生態的話 如果大家當成生態的話 就是說我們如何跟它共處 跟哪一個共處 人啊 旁邊的這些 跟這個生態為共處 跟將來營造出來的生態共處 對 好 那 圍牆現在我們剛才有提出來 希望更多的開口 要多到多少 可能這個部分我們現在沒有辦法答案 因為怎麼樣 第一個地形 如果在現地 這邊有地形進來的 已經有了這個入口了嘛 那如果這邊進來地形沒有問題的話 我是覺得 再來就是考量它 對干擾的情形是怎樣的問題 它的干擾其實是對 裡面的 生態干擾 對 對裡面的生態干擾 那那個自然問題是 對 如果開口很多 那跟你說進出方便 那會 畢竟會很難 因為到時候往上不開 對 對 對生態的安全是 對 對 對人的安全 對 對 動物 它不會管你自然好不好 欸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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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感覺怕陰陰一點 不過其實我是覺得 這個所謂這個自然的問題 應該是考量到你這個 那 管制 門禁的管制 你是24小時都能人 能禁出 還是說 這個 時間性 但是 這個其實又牽涉到 我們講 跟 為什麼開口 這件事情 治安問題 其實它 為什麼要問 治安問題是啥 對 因為 安全問題 等一下會整理 比黨 因為 因為 你會有 會有 警守隊之類的 然後 警察 他們的經驗 就是要 融合他們的 一般 我想可能 想要了解一下 可是那邊 對 當然我會想到 對 他們那邊是怎麼樣去 所以 不然公園第一個 沒有 沒有 沒有路征 所以 他是 你生在考量 所以 你要進來之前 你就要自己 心理 心理上就要準備 除非我自己帶手電筒 不然你走到那個 那個 很黑很暗的地方 沒人管理 沒人管理會對 那治安有沒有問題 到目前也沒有 經過說 無疾 無疾 通俗的狀況 但是 倒是有一個老農民 死在裡面 沒人知道 就是他死在那個 山溝裡面 那個 掉到那個 有那個意外 對 那個是 到 到目前為止 還是 還是 但是 螢火蟲 知名度太大了 人比螢火蟲多 是目前最大的問題 人比螢火蟲多 人比螢火蟲多 每個人都要去看 每個人都要去 去那個地方活動 太集中在那裡 如果在別的地方 還可以分擔的話 我容許那個 如果是這樣講的話 這個公園 這個生態公園 當他成立以後 完備的時候 他的進出是要管制的 沒錯 不需要吧 富洋公園也沒有管制 公園 公園一般來講 你要管制 好像不會 你會得罪很多人 沒有一個市長敢管制 對 那所以 這是一個選擇性 你晚上要不要去 是你選不去 你要不要來的問題 對 目前台北市的生態公園 有哪個 除了這個 建坦之外 還有生態公園 台北市 建坦也沒有啊 也沒有 但是哪邊是 所謂的以生態為主的 就是富洋而已 富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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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 那個 林光站 和平東陸林光站 山章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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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嗯 他其實也是一個凹谷 山的凹谷 面積不大 也因為有台北市外 有文化蟲 他保留以前 營區留下來的植物 生物 就這樣而已 面積比較小 面積 他是在一個山谷裡面 所以他腹地很大 那我們剛才談到畫龍點睛 我是希望連結合周邊的生物資源 全部可以跑到這個地方來 讓我們觀察 讓我們學習 讓我們看得到的一個點睛的作用 但如果講到生物全部進來 然後我們可以親近去觀察 嗯 然後去接觸去瞭解它們 這個到底是要多開口還是什麼 那自然問題 是不是有問題 如果可以的話 我是建議 這個 這邊比較有聚落型的 這邊不太 本來就沒有辦法進來 因為這邊 高 高差 高低落差很大 這裏原來的居民也不會 從那邊下來 那可以調 因為局長黨調是個 類伏成河的東西 那這邊有機會 可能是可以藉由那個坡度的 因為將來這個要挖起來很多土 可以堆製成為一個環坡 是有機會 很好吃 讓他們坐下來 你們真的站得很清楚 喔喔喔 坐下來 坐下來 我們還有椅子 就是拿來墊那個模型 可以坐下來 好 那 剛才談到了 我們就地平衡的時候 因為這裡頭有很多的 那個水泥塊 挖起來的水泥塊 我倒是不建議把它運走 是怎麼樣 就地平衡 所謂就地平衡 我們可以 因為它是一個凹骨 那我怎麼樣把這邊挖起來 水泥塊 堆裂在這個 落差很大的地方 讓它 在坡度上面可以平緩一點 也不會造成地景上面的壓力 那這個就可以就地平衡 而不會增加外面的 垃圾的壓力 比如說我們拆掉的房子 還有拆掉的那個 水泥塊 那那個水泥塊 可能可以做其他的用途 或者做其他的組合的用途等等 這個部分都是可以的 那是細節的部分 那是細節的部分 那周遭這個環境 好了以後 這個部分我目前 我還覺得還是保留好 開口 開口的部分 要不要 要不要開口 或者 要不要再多開一個 這個部分我倒是 有沒有覺得說 馬上可以想到有哪些 立即性 而且一定要開 或者一定不能開的理由 有沒有 我是認為 如果以目前來講 是單一的出口 目前只有一個 我是覺得這個地方是非常有利 因為這邊高 那邊不可能開 那邊就是因為地形的 這邊也別 這邊的落差 是也有 也有落差 但是沒有這麼大 差不多 三里多 三四里多 那邊就是 要在意的是 如果只是單一出入口 當有一些意外的事情發生 的話 疏散的安全性 疏散的安全性 因為 當 如果我們 我們現在 我講不會全財 不會 不會 會 那出入口 如果只有一個的時候 發生事情 疏散的時候 因為 中文活動 我們經驗 是 如果一個出口 就造成 這些問題 會不會影響得到 所以 開口 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已經 有 最後在做 定合 數量分 數量的位置 目前 至少要兩個 開口 好 那 這個議題 我們就先 先 hold住 好不好 有沒有覺得 立即性的 我一定要開 或者 一定不能開的旅遊 有沒有 沒有吧 好 那這個議題 我們就先 到最後再做總成的 一個連結 再來 這個地方 我們 想要把它做為 因為 現在狀況 地形 狀況大概 都分 都知道了 我們怎麼樣來分區 所謂的分區就是說 人們進來 人們進來 如果這裡也有開口的話 進來以後 那個地方當然就是 有 比較多的人員的聚集 那 這個是有排他性的 有排次性的 有 武蘭的時候來 東部的剛 就比較不敢 靠近 所以 要有一個所謂的 緩衝區 所以它有生物區 還有人的活動區 中間一些緩衝 對 那我們怎麼來分區配置 那 現在已經 已經有人的進來了 那 所以 基本上這個地方 欸 對不起 紅色給我一下 如果這個也是入口 如果是這裡是一個入口 那 這裡如果也是一個入口 那 這個 這個地方 勢必 已經 已經有 有一個趨勢 我這個地方都是人 聚集 最多的地方 然後才慢慢的往裡面走 一定是這個樣子 好 那 所以這個部分 可能要有 就已經開始有 有所謂的分區的概念 一開始 應該是這個區塊 應該是 人為 最多干擾的地方 那 緩衝區 應該是 由 外 而 內 這樣 這樣的概念 有沒有 有沒有 意義的 看法 有沒有不一樣的看法 好 那 已經 這個已經 已經 有這樣一個控制了 再來有很多問題 對 建築物在這邊 那 勢必有建築就會有人 這兩棟建築物 對 這邊可能變成 接待中心 或什麼東西 那這邊就變成 你還是要人拉進來 這個 這個就是 要設計的時候的 很重要的 鋼 鋼 鋼 要怎麼樣把人 跟那個建築物 做 做一些 阻擋 那個建築物 不見得 一定要 利用 一定要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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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二層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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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房舍 你做兵軌 那個通鋪你知道嗎 我知道 那個通鋪 就是 它裡頭都空 空空蕩蕩蕩 就是一個 長條型的 然後教室還有隔間 它裡頭沒有隔間 它裡頭沒有隔間 空的 就是一條一條的 這樣子 怎麼樣 這樣 掉了 好 所以 這個房子 在這裡當然會對於 這個 所謂的 生物 會有基本上的干擾 但是 怎麼樣子 讓這個 這個 生物 在這個地方的 這個距離 可以有一個 安全的距離 那個是 或者種 綠林 或者種樹 等等 把他 在 在 干擾的 那個程度 給他降 降劇 一定要保護 一定要 因為 也有必要 第一個 將來這邊的解說志工 他們在這裡 要 休息的地方 要 上課 上課 還有 台北市政府也希望說 在這段距離 把它營造成為 所謂的 環境教育認證場所 是 環境認證場所 也就是說這裡 將來要 產出 教案 要 產出 大會報告 大會報告 現在已經過了30分鐘了 還沒有分區的組 可能要加快腳步 因為我們後面的也很精彩 趕快分區 好 那所以 這個房子 在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 把它的 缺點 把它變成優點的話 反而是 它那個房子 有很多的窗戶 我們如果可以 藉由 有一個角色扮演的 就地平衡的概念 我這邊挖起來的土 把它堆疊在 一樓的地方 一樓旁邊把它堆高 那我只利用二樓的房子 這樣 我只利用二樓 二樓 樓下 樓上 往下看 的那個視野 那對於 這邊的干擾 也會 也會小一點 然後 利用這個 這個周邊 有很多的 這些 綠樹 綠樹 可以 阻絕以外 那當然 來這地方的人員 可能就會 現在看起來 這邊沒有 不然我們等一下 要減少干擾的話 就多種一些事 可以 也可以啊 就是把原來這個 水泥的地方 給變成 綠化掉 對不對 那這個等一下 我們在貼圖的時候 就 我先畫一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 就現在 有 沒有問題的 就是所謂的 那個 有沒有其他顏色的 大家來選 這樣 干擾區 用 用土色 好了 這個部分 黃色的部分 現在是 當成干擾區 那有房子的部分 一定也是干擾區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樣有一點分區出來了嗎 好 那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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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是干擾區了 好 那現在能夠讓生物進來的 最方便進入的區域 那邊有道路 哪邊 這邊有道路 中間高架的 這條道路 這個條是紅色的阻染 哦 所以這個橋 將來 這個道路 會阻擋生物進來 這個 哦 這邊也是一個環山步道 沒有 那個後面好像不做 就變成 那個道路就廢掉了 就變成 這個 這個就不做了 好像還在討論 這個還在討論 我們不確定 那 目前這個干擾是 比較影響比較大的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可能做一些 所謂的生態難道 包括用綠色的那個棚架啊 什麼等 讓生物進出的時候 可以有一個廊道進出 那底下有一個橋 那底下有一個寒洞 對 我進去過裡面 它底下剛好有一個寒洞 對 那生物從這邊進來的時候 可以藉由這個廊道進來 這邊生物進來以後 可以藉由這個廊道進來 剛好可以進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也因為這個地方很陡峭 我是建立這個原來的圍牆 就不要拆 但是可以開洞 或者矮化 那個細節的部分再去那個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地方 我們原來的綠色的植碑 像這邊有很多的樹有沒有 我是建議那個不要 我們樹都保留 就把它保留 不要把它破壞掉 那現在綠色的部分已經開始出來了 所以干擾區 有可能在這裡 就是土黃色的這個是干擾區 綠色的部分 是目前我是建立說 可以比較強力的保護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就是 就是水進來的地方 也是保護區 一般民眾也不太可能進來 頂多就是這個通道的干擾 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跟 跟這樣子一個生物 在這邊利用的時候 的思考是一致的 那中間這個地方 我倒是建立就是所謂的 緩衝區的概念 緩衝區用什麼顏色 我們用比較淺的好了 好不好 那個是生利 這是 這個 黃色的 這樣可以分得出來 所以現在的分區概念 已經有一點 有點雛形出來 這裡應該也會 也會到這裡 這樣一個分區 大概的情形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 違背我們自然原則 或者你覺得哪個地方 會 會有問題的有沒有 還有我們水 還沒有 我們只是先分區而已 水 水是會留在什麼地方 對 我們現在再接下來 就是考慮水 要多大 怎麼留 我在看是說 這兩棟的位置 到那個 其實離這邊的社區 滿近的 那你們剛剛說 可以用二樓 不用一樓 那是不是可以像 大湖公園這樣 就是 這樣子喔 喔那水又很大 對啊 對啊 那人又不會去乾 太近去乾淨 對 喔 他也可以喔 欸 那你的那個 管重區域 怎麼那個可以更大的 因為 因為你不用考慮到 人會進來這裡 人就只有從高橋到建築 嗯 嗯 喔這樣子齁 欸這個還就 這個還就 因為我看到 土離那邊比較近啊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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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 是 如果是藉由 這樣子的一個通道的話 或者藉由 這樣一個通道的話 就是 大家可以分這個連啊 喔 然後 然後 就是我們只走二樓 然後一樓就是 都是可以當做環境 這樣啊 對啊 因為你人為 你 他不可能太遠 他頂多就拿相機拍 他不可能看他去 嗯 那就是你整個水的面積 還有動物的面積就會增加 就是 就是 人就可以用到建築物 變成 但是建築物 長期泡在水裡面 是 是 是 這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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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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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那個是 那個是 新建築 對 我說 松里平那個 是新的建築 他就考量到 那個 將來要泡在水裡面的 玻璃啊 什麼的 那個都已經考慮過了 但是這個是 老的建築 有沒有 還是我們也玩玩看這種配置 反正我們就是 之後還可以再弄出一個 正確版本 先從這個方向去想 會不會有一些 其他 因為這樣水的面積 生物的面積真的會大 哦 哦 好 好 老師 我們可以玩玩看 你的自豪功能 變得更大 更大 水可以留到這麼大 因為 留這邊一小段可以抖 然後這邊就空橋 對 對 你的自豪功能也會更大 對 動物面積也會更大 好厲害 然後在後面這一塊 一整塊就是寶 寶物區 對 這個可以是研究的 對 或者 這個應該是做為環境教育 或者志工培訓 對 或者 因為將來如果環境教育認證場所成功了的話 會有很多人要來我們這個地方學習 要來這段上課的那個教室 所以 他這個空間是夠的 是夠的 那個作為深度的那個觀察區 對 那個窗戶 如果再從二樓的話 是由下往下 由上往下看是很很漂亮的 如果寶區大的話 他的身體還很輕 不一定 不一定 就是說 你那個為期地 為期地的用途 比如說我希望什麼生物 那他 如果水很 每一個地方水都很深 那個只適合水生的生態 那也要有一些 不同生潛的水 對 不同的那個 生物有不同的需求 對 不同的水生意味 提供不同生物的激情環境 有的是生活在表水的 有的是在生水的 那有一些像螢火蟲 他是在那個旁邊的那個 那個簡單的濕地環境 那你不能全部都是生水 那個就是單一化的 青蛙也是要在比較淺的 對 所以水進來以後 欸這樣續水 續洪量就增加很多了 那這樣子的話可能 我們的生水區可能就會 但是這樣有一個問題 這邊下來的生物污水 所以我本來想的是說 如果這邊有一些生活污水 進來 會被原來的這個水澤 它本來有一條水溝 難解走的 那如果全部拉上來以後 這邊的生物污水 這邊的生活污水可能要另外再結 要結 要結 結流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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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它會跟它混在一起 污水剛才會老掉 目前咧 目前有一部分的生活污水 會進來這個水 有 好 那我們先 這個方向 我們 剛才談到把整個水位拉得很高的 也 也 還是 並沒有剖離 剛才那個水的問題是 是細節 可以 可以再結流 或者什麼 想其他方法 那基本上分區 這樣子的一個分區 哇 也沒有問題 那如果 那個只是水的生物 深度的問題而已 水面積的問題 水面積的問題 那 那 那 這邊可以做警官 可以 因為這裡高嘛 對 高是不是適合做警官 也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啊 就是說 在這個基地上面做警官 在這個轉角 對 關警台 就是 那比較高啊 他就這樣看 他必須要再落高 時間 把窗 窗口打開 就是窗口 圍牆 好 好 現在 角色扮演 大家想法會不一樣 來 你 每一個人都拿 都 好 你 你 你 會抽到 走 你 我不用啊 來,走一走 我不用啦 你是生活 大哥你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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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生態的 你是生態的 好,來 如果你是以生態 每個人都先想好 你要環境教育 將來在這個地方做環境教育的時候 你要怎麼來利用這塊棲地 你是生活的,你現在假設扮演 你不是要保護的 我要怎麼舒適 我要如何利用這塊棲地為主 你是生態的 大哥你要想辦法 在這個地方 讓它更符合生態效益 你的 目前的角度是這個樣子 其他的環境教育 你要怎麼樣讓這邊的人 學到更好的環境教育的資訊 怎麼樣讓更多的生物資源進來 然後你的環境教育才有機會 因為如果沒有那些 青蛙沒有那些青檸 你環境教育個屁啊 所以你的角色是 玩笑好不好 你也是生態 大哥你是生態 你是生態 開始囉 生態的人 生態的人在哪裡 你是台北樹啊 荷樹啊 生態的 那